小朋友踏著不穩的步伐 看到玩具急忙蹲下 玩得好開心 许多人工作忙碌 送小孩去多音中心 不过有位家长 却洋洋洒洒列出30条规定 要求老师配合 像是奶粉尺药妆魔戒 手才不会碰到奶粉 帮小朋友清理 要先用湿纸巾擦拭 再用纱布巾吸干 最后抹上软膏 小孩喜欢讲话 老师得多陪他聊天 还有吃药食 细管靠下嘴唇 从左侧放入口中 叫好胃 甚至要求老师看完签名 其他民众看完也觉得夸张 那可能最好的方式 就是这个家长 自己带这个小孩 因为我觉得 我们有带过小孩的人 或许他有自己的规定 我觉得并没有 没有必要要求了这么多 也不可能做到 双方都可以有一个同理心 然后可以与 就是校方与家长 就是做一个适当的一个协调 拖音所一位老师 一次要照顾好几位小朋友 不可能每一个照顾得无为不至 师生比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在一个团体里面呢 可能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完全执行 因为并不是只有一个孩子在哭 有可能两个三个同时有状况发生 每个孩子都是心头肉 但家长如何和老师建立良好沟通 也是相当重要的环节 记者吴彩勋 邱小倩 华联报导 好 好 好